李古一,1944年11月10日出生于云南省昆平市, 祖籍湖南长沙,中国女高音歌唱家,国家一级演员,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。 李古一老师年于古兮,但每次在镜头前面的他都是光彩亮丽的, 岁月不饶人,由他演唱的四十多首歌曲在海内外广泛流传, 曾经一首难忘今宵,更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 他曾是几代人的偶像,他的声音像一股清新的风扣, 动致人们束缚已久的心扉,李古一有过两次婚姻, 这是李古一的第一任章子金铁林,两人属于师生关系, 在恋爱后很快结婚,可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次结束了, 金老师在离音后遇到了自己的真爱,也就是现任妻子马修华, 之后两人生下儿子,请人金顺全,儿子从小就有音乐天赋, 后来考入中央音乐学院,这是金老师一家人的合影, 这位艺术家一生中有着无数的金曲,至今都令人赞不绝口, 这是李古一的二婚丈夫萧卓能,两人貌似母子, 李古一与萧卓能的女儿取名为萧依, 与萧卓能结婚后,李古一属于二婚, 但并不影响两人婚姻幸福,但几十年从未发生过争吵, 虽然李古一与金铁林离婚了,但并非像别人所想象的那样, 从此成为冤家,而是因为工作需要还经常往来, 金销二人也不是什么情敌,而是能够聊到一起的很不错的朋友, 这位艺术卓能是什么情敌,而是能够聊到一起的朋友,